胖好猛的车来啦 走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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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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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明 又在等妈妈呀 嗯 没事 老师陪你一起等啊 谢谢文老师 胖好猛的车来啦 走 走 小秉 不好意思 妈妈来晚了 王老师您好 耽误你时间了 又陪着他 没事 你上哪儿去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坐车回家就行 文老师坐我妈妈的车吧 对啊 就一脚人上 上车吧 嗯 来 谢谢啊 请 爸爸你 Schwung 妈妈 你今天拍了什么呀 小鸣啊 坐好 别乱动妈妈的相机 小明妈妈 你是摄影师 不是 我是都市快报的记者 都市快报的记者 对 主要是负责采访一些 青少年的问题 就是 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太多了 没办法 社会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很多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 很多就疏忽了自己孩子的成长 对一些隐形问题就更容易忽略了 隐形问题 对 比如说像现在网络的普及 很多青少年就已经染上了网瘾 他们的父母不懂 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家很安全 就不管 但到时候发现他们的孩子 成了我们所谓口中的宅男宅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 还有一些心理 生理上的健康问题 都属于隐形问题 不细心观察根本发现不了 我们的职责就在于通过不同的报道 让他们的父母了解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就是啊 我最近听说了一个案例 有个小女孩她从小就有预遭症 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妈妈就是不肯承认她有病 而且还耽误了病情 后来等她长大了结婚了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影响她老公开车 最后导致了车祸 你说的这个人 是不是佳和集团董事长汪琴的女儿啊 说起这起车祸 大概有三年多了吧 我的一个同行啊 当时还费了不少劲 想对这个事追根究点 可是最后就是不知道 受了什么样的阻力 总之啊 他们的主编就是不让她 继续查下去了 文老师啊 你刚才说的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她 对啊 就是 我妈妈于面子 耽误毒生千金玉造成治疗 导致车祸 导致车祸 这怎么回事 这太过幻了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海滨 旺东和蒋梅的事情 被报道出来了 你赶紧看一下 什么 挂您网上 什么时候挂的 不论 快 那我知道 莫董 那事你们知道吗 没什么事 不玩而已 你看 我们再点会吧 算不算 你先走了 我自己该啊 明白 得到 这是不是你说的 什么呀 是我说的 但我没让她这么写啊 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 人家就能猜出来 我说的是 汪晴跟她女儿的事 还问我是不是 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那个 默认来着 那你干吗不否认啊 大姐 我学生就坐旁边 我是老师 我怎么能撒谎呢 你装什么武功啊 不愿你 你知道你把我给害惨了 你知道吗 这又不是花边新闻 你没事说她干吗呀 汪晴耽误她女儿之病 这本来就是事实啊 她还想隐瞒 更可气的 她竟然想把这个罪名 夹在你的头上 我觉得这件事公开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现在在想 海滨跟汪阿姨 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啊 那 我说都说了 她灯也灯了 我现在去找学生家长 澄清也来不及了呀 干脆你们大家 就面对现实吧 面对什么现实啊 我现在唯一面对的现实 我就要找汪阿姨 给人家道歉 千万别 你现在去道歉 那不就是你的错了吗 那汪晴还能饶得了你啊 肯定想着法是整你呢 你想想 她连调职这么算的招 她都能想得出来 她还有什么招想不出来啊 别到时候整得你 这个什么媒体行业混不下去了 你怎么办呀 你那房贷还没还完呢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叨叨叨叨了啊 说得我脑子疼 对不起 别生我气行吗 你少来这套 你每次都这样 你这二劲什么时候能改改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改的话 你早晚吃亏 改 我以后肯定改 夏伯利 原谅我吧 行吗 我以后了 我以后了 电话都来了 要不我接 我跟她说 喂 易玲 你在哪儿呢 我在跟文力喝咖啡啊 跟文力在一块 我晚上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 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说的 那怎么会报道出来呢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现在去看看 汪阿姨 她那边现在什么反应啊 我也不清楚 我一会儿去看看她 了解一下情况吧 说你了 你觉得能 没说 你 头臭那边 站在那儿反省给自己 那怎么办呀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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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情 现在居然搞得人人皆知 我不用问你我都知道是那个桑叶玲干的 她到底爱的什么心 她到底想要什么好处 是不是我不给她钱 她下次会把我的名字和妹妹的名字都写在上头 好 妈 你先别生气 我问过易玲了 她说不是她说的 不是她还有谁 就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感兴趣 你现在往查来查去 就喜欢接我们家的上班 您对她承建太深了 不是我承建深 是你对她鬼迷心窍 她在你眼里什么都对 她就是那么完美 怎么说呢 这报纸往看 她是蹬在对家教班上 文章的用词我觉得还是理性客观 记者的主要目的 我觉得还是想提醒家长 及时发现孩子的隐性疾病 和及时就医的问题 而且嘛 我觉得现在谁是爆料者一点都不重要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怎么能够让事态尽量地缩小 以减少对家和的影响 对吧 汪总 海滨一天出事了 东方莎莎的工棚倒塌了 好几个民工都受了重伤 现在正往医院送呢 汪总 喂 妈 妈 爸 你干嘛呢 怎么把存折都给翻出来了 有一个老乡在工地受伤了 可负责人呢 人间蒸发 几个老哥们看不过眼 说凑个钱帮帮人家 先救人吧 对了 孩子 我觉得你们网个公司 是不是也介入一下 报道一下这种事 人家风里雨里干这么长时间 受伤了没人管了 这事是挺过分的 爸 您知道这是哪家公司啊 哪家公司倒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那个项目是 东方商商 东方商商 这是佳和的项目 这 你说这个项目 是汪琴他们公司啊 对啊 我说呢 显得这么有钱 原来是靠这个发的财 这个汪琴我饶不了他 爸 您也别再让人生气 要不这样我先给海滨打个电话 好 喂 海滨 东方商商出事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妈也急着住院了 什么 汪阿姨在医院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这都办了多小时了 现在急也没有用 还不如想想该怎么办 没什么可想的 赶紧终止和洪峰的合同 起诉他们 现在就是不知道 我妈有什么把柄 落在人家十几分手里了 咱们下不了手啊 希望经过今天这件事以后 汪董能够回心转意 听我们的 但愿吧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依灵 喂 海滨 喂 海滨 娃阿姨怎么样了 她在抢救呢 不过医生说问题不大 我到医院了 我上去看看她 算了吧 不太方便 那行吧 我在公园等你 行 那我待会儿找你 再见 海滨 谢谢 怎么回事啊 干嘛怎么突然晕倒了 还是老老用呗 正想救她 别着急 刚才医生说了 问题不大 董事长 大夫 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没什么事 就是年龄大了点 但是记住 以后情绪千万不要让她太激动 我们出去坐会儿吧 好 连医生的事 我也很难过 一点好转都没有吗 医生说 好转的几率非常小 但他们在让我坚持坚持 说得坚持一下 有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的 我现在处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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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